新年大家都會吃很多年糕 賀年食品 放假吃足幾天 不增榜就怪了 曾經參選港姐的牛澤妹 近期愛上跑步 她說如果懂得利用跑完步之後的 30分鐘黃金精華時間 做四個肌肉訓練 笑之話那麼容易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ney 李美奇 我自己最近都愛上了跑步 我自己最近都希望可以再瘦身 所以最近都回到跑步的行列 記得跑步之前 大家一定要做足這個拉筋運動 跑完步之後 如果你適當地利用 30分鐘黃金精華時間 可以去做一些鍛鍊肌肉活動 你的肌肉就會更加快地形成 第一個一定要做的就是 Plank平板支撐 其實平板支撐 是一個可以鍛鍊到 全身肌肉線條的運動 它不單止可以幫你去練腹部的肌肉 還可以提升你的手部 和腿的線條 下一個動作就會做原地的提腿條 這個動作主要來說 都是可以收回腿的線條 還有其實有一點幫助 就是可以訓練到腹部的肌肉 就可以讓它可以壓一下壓一下 這樣就很快 你做得來就可以受到 開合跳了 在跳的時候 向上手掌拍掌的那一刻 你的腳就合起來 一起合起來 然後到下去那一刻 左右的手向外滑圈 然後你的腿部就會向外跳 我保持著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 趴在地上 然後腳就先是單腳 向外撐 我撐到它 碰到手掌的位置 你感覺到 肚子左右邊的豬腩肉夾住了 那就是代表你對 你又用到肌肉了 右邊做完就做左邊 那就簡潔地做 我相信堅持久了 兩至三個月 你開始慢慢看到有成效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